迎接4月30号到5月6号的小型商业州 大洛杉矶地区超过50家邮局 都将启动主题为 发展您的业务企业推广活动 记者特别前往蒙台白鲁市邮局 由总经理马蒂内斯亲自向华人介绍 我们今天有个商业联系统集团 我们邀请客人给更多资料 如何发展您的业务 我们有更多资料 帮他们发展您的业务 我们有更多资料 我们来与他们的服务 我们有特别资料 此外马蒂内斯总经理还介绍 全新升级后的邮局业务 还专门为小企业在各间邮局 开设独立窗口 就能轻松寄出包裹 无需排队或近距离接触 其实我们是有专门的业务联系统 它是可以给他们折扣 好像我们不同的尺寸的 包裹品 然后这价钱也可以给他折扣 现在很多人都是在网上做 做好以后就拿到的包裹 就折扣了联系统 我们就检查 然后就送出去 然后很多的e-commerce 很多中国人都在做 然后我们价钱也很好 他们都很多就在网上做 做好以后就来到Postle找 扣扣这样 那就是扣扣扣就很方便 很方便 对 然后我们也可以给他tracking号码 还有tracking 然后有priority的话 还有保险 还有100块的保险 priority special 还有100块的保险 这样的 对 我们的生活才不错 根据蒙台白鲁市邮局介绍 小企业透过南加州当地邮局 寄送包裹到纽约 普通邮件70到80美元的邮费 只要改用USPS特有的flat rate包裹 费用只要不到20美元 就能准时寄到 甚至还有更多贴心服务 可以客制化地满足华人企业需求 观众查询更多服务 请上USPS小型商业州官网 东森新闻团队洛杉矶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